果然标准都是留给不喜欢的人的 白晶婷完美避开了送印的理想球 就是我比较喜欢成熟的男生 然后喜欢相对可能安静一点 我一下都推他了 我说这是另外的价钱 我不喜欢瘦的 不喜欢瘦的 那会显得我胖 还可以更细是吧 59 59 他还有个标准 必须比他黑 对 因为我今天见到你本人是真的白 关小彤早期走友标准是这样的 又高又帅 对他安熊 会乐器 能唱歌 会跳舞 然后是幽默 然后跑步 现在这是大型真相现场 小彤影 你那理想性 都怕 都怕在那儿 都怕 都怕在那儿 都怕 那个就是理想性 刘浩然曾经 择偶标准是这样的 就是长头发 大眼睛 然后不会很闹他们的女朋友 而现实却是 我觉得浩然那一 可以说是他喜欢女生的三个特征 爆恋情的时刻到了 我呀 我你就别想了 你得不到我 梁朝伟婚前重拳出击 选太太 我是最怕那种是女强人的那种 会做菜啊 会打扫啊 做牛 说我做麻 做菜 煮菜 打扫 那边打扫一定 七位曾经说过 绝不嫁外国人 嫁给一个外国人吗 绝对不 真的 非常坚决地说 绝对不 来到我的心里 如今是大行争相现场 哎 嗯 嗯 嗯 我还要学习最重要的 月亮宝贝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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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你的眼睛 你要疼吗 我想怀又真天重 我怎么刚好是这个时候 就你这样 我想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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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绝对不是在我 不是我的内心那种反程 我也第一次看你 你不是我的内心 外表上不是我喜欢的内心 这不是喜欢的内心 你是跟我相处 是是看着的 不要一把我把人家打死 就像傅首尔说的一样 爱情是什么 是你在纸上 写了很多的择偶的标准 他必须优秀上进 博学富有 但是突然有一天 你遇见一个人 你发现他跟你写的 所有的词都不沾边 但是你就是动心了 爱情就是忘了你妈的标准 爱情就是你毫不犹豫的 把那张纸撕了 今天我想说的是 选我所爱非常容易 头脑一热就可以 当年则遇上心动 就会不停破裂 标准是留给不爱的人的 达到标准他就会爱你 他还会有别的理由不爱你 爱怎么会有标准呢 当你碰到真正喜欢的人 你会发现你的那些标准 似乎都不是标准 因为他站在那儿 他就是标准 哪怕他没有钱 长得不好看 你也依旧会 因为他不可拘傲地沉沦下去 原来辩论场上的大神 说的都是真的 标准都是留给不爱的人 那个真正你爱的人出现 即便这四条标准 他一条都没符合 你依然不可救药地沉沦下去了 我们在恋爱之前 我们是无法决定 我们到底去爱上谁 去不爱上谁的 所以说爱 它不是自由意志所决定的 相反 爱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沉沦 张许松被问 怎么证明自己被爱 没有 没有任何一种表现能够见到 就如果你不相信他的爱 就算你和他妈妈同时掉进水里 他只把你一个人捞上来 你还是有可能把他解释为 他说出于责任或者巧合 总之不是真爱 一件事情 你相信你总能找得到 很多事情就是 你相信就好 不需要证明 不像很多人相信有来世 但我想他们绝不会为了证明这一点 就当场死给你看 这就是不会爱上同一个男人的原因